這名光頭男子越講越激動 他買炸雞與人有糾紛 竟然氣到拿炸雞丟人 我氣到我剛才把你雜像 這個 我聽到這位老闆的考察店 這位老闆的老闆 這是他們工作嘛 他們就報警 被雜到的婦人 他兒子說 炸雞是雜到媽媽的臉上 當下臉部紅腫 眼鏡也歪了 切得就在於他們是無辜受害者 可是光頭男子還是持續在跟對方爭吵 無辜第三方變成事主也加入戰局 事情發生在嘉義一間連鎖披薩店中秋節當天 排隊人潮很多光頭男被控插隊 本來說兩桶炸雞要給對方但遭到拒絕 雙方開始出現喉嚼 更出現意外插曲 剛炸好的炸雞竟然丟到無辜的第三方 受傷的婦人他兒子也不滿 店家放任他們在爭吵 原本是兩人的消費糾紛 警察不會介入 但因為砸到人是傷害罪 警方也到場處理 不過目前受害者這邊 並沒有打算提告 只是好好的中秋佳節 卻因為無辜被牽扯 每位炸雞變成凶器 受了一肚子氣 記者侯國務文嘉義報導